這個兩位在這個當年琴的演唱 那我覺得有一句歌詞 很適合這一趴的一個情景 因為不管是從百年奧運夢 到這個這十年來的發展 我覺得剛才那一句就是 再度天上新鮮 對不對 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呢 我是第一次聽 是第一次聽楚生唱粵語歌嗎 不知道 K歌的時候有沒有 好像比較少 所以我聽說為了這首當年琴 也有特別地再去把這個粵語 在廣東話再精進一點 對不對 我那個歌詞那一頁全部都標了 因為我以前在深圳生活過一段時間 會一點點粵語 但其實說得不準 不標準 所以我找李偶哥 我說你幫我瞧一瞧 很標準 因為如果要演唱的話 就跟平時我們K歌的要求不一樣了 對 我才不管你的K歌 那說到大灣區 當然我們知道谷劇基先生 是來自大灣區的歌手 對 我來自香港 然後剛才楚生說了 在大灣區也工作過 對 工作了七年 雅瑄在大灣區是 我從小在廣東生活 我們齊哥 我 就是旁邊三位都是大灣區的 就是這樣 他 我也去過大灣區 對 好 那接下來呢 因為台上的我們的四位歌手呢 都是來自這個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想拜託你們用自己的方式 來幫我們演出最後的一個表演 好不好 這個歌對不起 我聽著 繼續拿來 繼續拿來 到了本期 本期 是 最後一個 合唱舞台 合唱舞台 矛盾 對 對 不錯 下面那個題詞我覺得我還蠻好奇的 叫 谷劇基與宋雅瑄一起用山東話 雅瑄叫我 教一下老師 媽呀 難為死他了 為阿曼帶來的 為阿曼帶來表演 慢一點 慢一點 為阿曼 我 對不起 對不起 為阿曼帶來表演的 帶來表演的 帶來表演的是 帶來表演的是 荒門 或山格 荒 荒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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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山格 山格 格 兩位格叔 兩位格叔 格叔 對 格叔 兩位格叔 我估計小霞和聲聲以為 不是他倆都回去了 我們快完成了 這首歌曲解錄了 這首歌曲解錄了 這是哪點 這是哪點 美好神話 美好神話 還行嗎 行 美好神話 我已經完全忘了 古巨雞先生原來的聲音了 他開闢了一個新的頻道 下面我們齊哥用 京劇念白的方式來為我們報幕 這個就漂亮了 好 最後這首歌 就是 歲月 好悠長的歲月 這首歌真好聽 我的第一次聽 這兩個人就是一唱完歌就開始害羞 來 講唱給她問 好有趣 是媽媽 是兒子 是媽媽和兒子 是媽媽和兒子 其實她一直不願意叫我媽媽 不是不願意 她願意叫小霞姐 對 我想叫小霞姐 因為我們倆其實看起來 差不多 我比較 我接受 就是他們說我少女了 對 我跟你說 你瘦了之後 現在真的很難開口叫媽 對不對 是不是 懂不懂我的點 是不是 對 對 那你難得叫妹不成嗎 我可以 我不可以 何老師 現在我覺得今天我們跟 有生生這樣一把好嗓子 跟小霞的好嗓子一起 我們來有一個新的版本 是媽媽和兒子 是媽媽和兒子 對 我的孩子 對 對 對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夠好嗎 好 好 孩子會穿過大雨 去動人間的道理 我只能鬧到因為我已幫不上你了 媽媽會留在童年給我的很多電話 說圓子的花開了我 想過了地鐵箱 朝上吃飯了嗎 我是不是起高了 您是起高了 我以為是我的問題 我覺得平時我自己在家裡 還能跟唱一下 今天怎麼站在那個小霞身邊 我唱不上去了 媽媽 我已經不是兒童時期的我了 我已經不是童場了 沒關係 我覺得這是 就是屬於我們 生生不息嘉年華專屬的版本 好不好 我覺得在這個節目 調子起高一點沒問題 對 那我可不可以借一點點時間 我打個顆好嗎 好 你好 3點0要上線了 新專輯小霞3點0 即將跟大家見面 我們一起來支持 黃啟善